YO 可嗽 欢迎来到华三酱的频道 今天跟着华三酱一起来到了届室北区 和关系最大的无印良品来做邻居吧 那么先看到的是一块非常大的空地 可以停个两三辆车没有问题的 一进来是我们非常经典的夏智市玄关 有效的隔绝灰尘还有细菌 这边是一个凹字形的鞋柜配有全身镜 里面的隔板高度都可以随意的进行调节 非常的方便使用 华三酱保守估计放个几百双线应该没问题了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步入式的鞋帽间 这边可以放上很多很多的鞋子 还有一些杂物的 它的储物空间真的是相当厉害 平常出门会背的包包也可以放在这里 那么现在跟我一起进来看一看吧 首先我们走到右手边是一楼的卫浴空间部分 先看到的是一个带有LE灯的新式建柜 这里面的高度都是可以随意调节的 可以充分放上你的护护品 那么这个水池呢 水龙头也是可以随意拉伸的 下方也可以看到有很大的收纳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处细节的设计 都在为你的生活便利度而服务 这边呢是室内放置洗机的地方 后面也有相当大的储物空间 隔板可以随意调节高度 那么进来这边呢是我们的浴室部分了 淋浴和泡澡双功能兼备 这种一体式的浴室呢 真是有数不胜数的优点了 这边还有一个隔温板 这间浴室呢是有一个小窗户的 再配合浴室干燥机 每雨天也不怕潮了 那么看到这边呢就是我们镶嵌在墙上的 浴室干燥机的设备了 打开底下这个底盖呢 可以进行更多详细的操作 有暖气 换气功能 三温暖功能也是带的 平常的24小时换气 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继续往里看 我们看到了11楼的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呢 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洗手池 采用了呢是温水做变 还有镶嵌在墙上的中央控制面板 放置卫生室的地方也有两个设置口 继续往这边看呢 有一个折拉门式的 可以储存很多东西的一个储物空间 再往里面走呢 就是我们餐客一体的大厅了 先来看一看这个中导式的厨房 这个吧台简直太爽了 这个洗碗池呢也非常的大 水龙头可以随意的拉伸 那么还可以调节净水和原水的切换设置 每天早晨起来 先来一杯温温的直饮水 开始美好的一天新生活吧 那么继续往这边看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抽烟设备呢 也是最新的 底下呢是经典的三口式的煤气炉灶 灶下还有小烤箱 可以烤个鱼烤个面包什么的 大橱柜的收纳空间呢 也是设计的非常合理 还有一个新式的解放你老公 双手的必备神器洗碗机 那我们看呢 日式这种一体式橱柜的设计呢 它的调节部分都在底下 这样不会轻易的碰到 不会溅到水 也不会溅到油 很合理的设计 看到这边呢 大飘窗后面是一个小庭院的设计 旁边呢有一个 像在墙上的地暖的功能 我们这个大客厅是带有地暖的 冬天也不怕冷 继续跟着华森酱往里面看呢 我们就看到这套房子 最精彩的设计部分了 镜头往上一拉 可以看到这个超美的中厅 那么天气好的时候呢 阳光洒进来的感觉 简直太棒了 今天呢稍微有点阴天 所以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真是有点遗憾了 再看到这边呢 这个新室的设备呢 就是我们门口的一个可视门铃了 可以清晰的看到门口是什么样的路况 可以有效的保证我们住户的安全 二楼部分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吧 二楼一共有四个卧室啊 每个卧室都是方方正正的 我们先来到第一间呢 看到这边是配有一个小窗户的 磨砂的玻璃也很让人安心 这边还有一个大衣柜 前侧这个高度也非常的够用 还不会磕到头 我们再去第二间卧室看一看 那么这间卧室呢 衣柜相对于上一间来说呢 就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也有一个磨砂的玻璃窗户 也是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 方方正正的面积也够用 那么再往这边看呢 墙的这一侧设置了一个 折拉门式的收纳储存空间 真的是每一层空间都没有放过 都被他们给利用上了 再往这边看呢 就是一个二楼的卫生间部分了 同样的设备哦 这边再来看呢 就可以从二楼看到 我们超美的中庭部分了 天气好的时候 一定会非常的漂亮 而且从二楼 就可以和你的家人挥挥手哦 再往这边看呢 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卧室 而且这个卧室呢 有多方的窗户 这边还可以直通到 我们的阳台 欣赏到外面的风景 这边呢 还有一个大衣柜 高度也非常的够用 上面的隔板呢 有效的分隔出空间来 让使用性更加的高 最后呢 我们到最后一个卧室 来看一看吧 这个卧室呢 是有一个靠近天顶的 一个小的横窗 可以充分的保证采光 那么这边呢 是有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了 这间房子啊 双大空间真的是满满的 周围的条件呢 也挺便利的 而且是非常舒适的住宅区哦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直通的阳台呢 这个门的设计呢 是这种拉法的 还挺特别的 那么这边就是我们晾衣服 平常会用的 铝合金式的晾衣杆了 这个阳台呢 也是特别大 而且可以看到 跟刚才的屋子呢 是通着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这样高级感满满的设计 我们下次再见啦